霹雳州十兆元今早惊传冷血命案 一名裁缝店女冬主光天化之下 遭凶徒用力气割喉握尸店铺中 警方寻找蛛师马迹 全力追捕一名在案发期间出入店铺的男子 希望尽快破案 这一起命案发生在今早9点左右 凶案现场是十兆元摸摸路的一家裁缝店 警方证实59岁的女店主Lin Trumoy 又名林玉珍 才开门做生意不久就遭遇不测 景象留下致命的伤口 裁缝店一名股东十点钟左右上门 赫然发现死者遇害 倒卧在血泊中 现场一片凌乱 警方不排除 女事主死前曾经挣扎一番 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画面推测凶手是一名男性 不过现场没发现凶器 加上没有钱财损失 因此暂时无法确定凶途的干案动机 死者随后送往医保中央医院解剖 警方正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全力追捕凶途的下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